尤丁蜜將於2月18號19號 在台北小巨蛋舉行演唱會 主唱吳清風昨天在IG發長文 抒發心情 表示過年後感冒 竟然一夜之間變成完全失聲的狀態 看醫生發現聲帶完全正常 為什麼發不出聲音 解釋不出來 最終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年紀的自然退化 一種做盡各種努力 也抵擋不了的事 清風表示 雖然現在好多了 可是那種隨時就可能 突然沒有聲音的狀況 實在令人挫折 也感嘆歌手是一種聲音的運動員 以前可以輕輕鬆鬆 仗著天生資本 不用開嗓唱三天三夜也不會累 但現在嗓子暖肌的時間 漸漸變長了 有時候聲音就這樣任性的自己跑歪了 40歲的他感嘆最近演出前 一次比一次緊張 就算準備再充分 聲音狀態好不好 還要看運氣 有時甚至會萌生 不能保證每次都能在最佳狀態的我 是否沒有資格演出的念頭 但清風情粉絲別擔心 強調這並非討拍 我相信一旦唱起歌 音樂還是會召喚我沉浸在歌裡 在那之前我也必須接受現狀 與擁抱這樣的自己 如果你們還願意聽的話 那就麻煩你們照顧了